大家好,我是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使丁治珍珠 我想工艺不是一个人做很多,而是人人做一点 6月2日上午10点,关注四川省六五环境日网络主场活动 让我们一起保护生活多样性,捍卫自然 他头上的草代表的其实就是每个人性格中的一部分 比如说有人乐观,有人坚强,有人治愈等一系列的 所以每颗草的寓意都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颗治愈的草 想送给我们现场的嘉宾丁珍老师 谢谢 来,丁珍 把他带起来 对,因为丁珍老师其实也是一直在治愈着大家 用他的乐观的一些精神 真可以 你看这个草葱在你头上,这让我想起了东虫下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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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哈